好了,我們今期說一些跟每年季初有少少關係的事情 原來香港馬會每年季初都有少部份的馬匹可以改菜衣 因為除了鑽馬房之外,其實是不行的 幾十年來都是,那隻馬除非是鑽馬主才可以改菜衣 當然,鑽馬主的定義,我們上次也說過 如果大家在同一個家人,加了一個老婆、子女 就可以不改,或者改了那麼多 例如帽本來是黃色,變成黃白色,這樣就可以了 但現在我們講的是完全改菜衣 這兩年也不是很多,但是也會出現的 就是突然間不同的菜衣,這兩年的小花,走機來很多 原來是准理申請改菜衣 原因呢,我也同意的 少少部份同意 對於馬迷來說,如果這隻馬,譬如叫佳泰歡喜 它一直都是紅色衣服的 看慣了馬,在電視現場也好 突然間下一次變成白色衣服,你可能不認得 是的,我們自己看蔡衣的 會跟隨的 你變成錄影,或者紀錄方面 其實盡量一致好一點 但是呢,香港馬會很遷就馬主 有些馬主人說,不要我想轉菜衣 不老禮,轉一圈 我這件菜衣用了不開窄 都不贏的,你給我轉一下 或者我選錯了馬,那件菜衣顏色 可能發覺原來藍色是不甩我 每年都有少量的馬匹是轉菜衣的 我本來是原則上不贊成的 因為基本上不應該改的 我認為一隻馬出菜之後 果然菜衣和馬名是不應該改的 因為有連貫性,有個紀錄 大家不會搞亂了鄧彬席 這是很重要的 就算我們叫做股票 那些股票就算是 改號碼 改號碼,不是那麼容易的 就算完全改了權益 那號碼,可能改了名字 都不准改號碼 那變成,連號碼都改了 那方面都很亂 但是,如果你說 香港馬會就少量的馬主 我只有一個,可能有十個馬主 如果下去真的很亂 我根本不是很贊成 那還有一點 基本上,那來那來的色 是不是真的那麼有作用呢 大家見仁見智 海外賽事就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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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年少了 但久不久都會見到 香港馬會公佈的賽意 到現場是不同了 但這跟香港馬會沒有關係 沒有責任 因為他拿著舊的資料 譬如一個星期之前 那隻馬還是馬主的 但是,出賽前 大概三天 兩三天 就馬賣了 是啊 那可以啊 你逆主 當然要 香港 香港不行的 香港逆主之後 會退出的 但外國就不用 你買一馬馬 立即第二天可以上陣 既然逆主 那就改了蔡依 很順理成章 先講蔡依的問題 講一點點歷史 香港現在有千幾個馬 大概七八百個馬豬 那本來這件蔡依的顏色 是不是可以選擇的自由度很大呢 又不是很大的 因為他們一路習慣了 他們積壓下來 由盤古初開 不會說盤古初開 應該是由194849年 香港蔡馬重新開治之後 做了紀錄 如果那件蔡依已經被一個馬主 或者會員註冊了 那就不可以再用 不可以拿出來再用 你也知道 跑了幾十年馬 你可以用的顏色和圖案 包括一個顏色 六三六帽 紅衣紅帽 或者是藍衣藍帽 根本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這個在早年用了之後 你很難會再遇到 我要見藍衣藍帽 好像高多芬 現在是藍衣藍帽 但實際上他們的老闆 最早期的時候 在歐洲養馬 用他個人名義養的時候 就用棗紅色衣服 白袖 棗紅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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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出來推 用了十幾十年之後 他又因為轉公司制度 不用個人名義 要高多芬 順便會藍衣 當年在英國馬會 做了一個很好的動作 我覺得香港馬會 要跟 雖然遲了三十年 二、三十年 但都要跟 你知道英國馬會 有三百年歷史 藍衣也都出現這個問題 已經是註冊了 但他都明知有些註冊的 藍衣可能一百年 或者五十年沒有用 或者他的家族 已經根本都斷了 斷了 斷了 沒有再養馬 然後出來推 很多所謂單式的菜衣 根本是 放在這裏 凍結了 不能用 那我 英國馬會 很聰明 不如將他們 解凍 拿出來拍賣 好嗎 拍賣 當年 拿了部分這些菜衣 拿出來拍賣 於是 高多分 高價 拿了幾個 藍衣 對手 Kumo 就選了一件 深藍衣 很像 一色一樣 結論 很多衣服 其實已經 凍結了幾十年 甚至一百年 沒有用 不用 浪費了 拿出來拍賣 這條橋 挺好的 香港其實可以 香港更加有條件 我們說回歷史 因為很多五六十年代的馬主 全都死了 如果你說香港人 還怕他們有個後代 爭執 我這件菜衣服 我是白癌 我可不可以 優師權 用回 雖然 不是理由 但是 勉強一些理由 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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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 要回 但是 如果他是一個 外國人 例如 最明顯 六七十年代 你太年輕 你不知道 例如奇德尊 穿飾 他是紫紅色 三紫紅色 沒有單色 奇德尊 已經做過馬會主席 例如說 甚至當時的影片 都是沒有彩色 根本大家黑白 無所謂 就算有片 都是 現場才能看到 對 好了 為何不可以拿出來 再用呢 因為 奇德尊 退休之後 回到英國 我都過了身幾十年 我也不相信 會再有 舊人在香港 是不是 如出去推 很多這些 英國人 英國馬主 已經告老歸田 不會再回來 有很多已經過了身 不會回來香港 甚至他的家族 子女都不會回來香港 為何不一次過 將這些 已經 沒有用了 四五十年 最後一隻 奇德尊 可能是 沙田 也沒有 沙田 也沒有出現過 回到後期 如處雷推 為何不可以 再拿出來用呢 有些是不行的 簡單來說 Casic 以往的衣服 突然又再用 為何呢 跟一個家族 很接近 但這個不多 有很多 實際上 不會再回來 為何不用了 那些菜衣 再拿出來 給馬主選 如果是那些 很受歡迎的 那些菜衣 甚至可以拿出來拍賣 對嗎 我直覺就想 即是 車牌都可以選 例如畫系的衣服 現在老牌馬主 有這麼多隻 畫系的衣服 現在一定不會有人再用 或是他自己的兒子 或是媳婦 都是用另一種 顏色的衣服 不是的 很接近的 不要理他 起碼有個家族 你香港人 我覺得都勉強說得通 我不是優先 優先再用 接近 出去推 但如果是有些 已經 喂 很多 五六十年代的 馬主 有一半是 英國人 來的 都走光 不會再回來 為何不可以 重用這些資源 這就值得 我覺得 馬會要考慮 好了 反過來馬名 香港也有一個規例 就是馬改了馬名 還未出賽 還可以讓你再改一次 這個影響都不大 因為看神粗的朋友 多數會記住 樂印紅馬 特別未出賽 就不會記得 那麼緊要的 雖然有少許影響 但影響都不大 反過來我接受 但我從來沒想過 竟然可以出賽馬 改名 這個很正常 如果在外國 澳洲馬 有英文馬名 買來香港的 去香港馬主改 沒有什麼所謂 因為理論上 喂 在不同地方 用不同馬名 合理 但怎樣 喂 你不會再跟那隻馬 有多少人 例如你說 我英國的馬主 賣了一隻馬來香港之後 我會繼續跟著 賭回我自己的馬 嗯 有的就很少人 是吧 不應該大局 就有得去 這個很合理 沒有所謂 但是 如果 你連中文馬名 都被人改 是 就天下大斷 這一點我真的 很不高興 曾經在三幾年 三兩年前 在澳門出現過 你跟著馬會 你說一下 那時候 澳門馬會 有批馬 馬會 找馬主團隊 進了一堆馬 其實 目的就是 讓他們出完賽 讓大家看 如果有興趣 就可以逆主 即是 拍賣 另外 最重要是 可以自己再改馬名 例如 現在的離 可能有十隻馬來 一號叫十號 跑完 哪些賽職好的 可能拍賣完 我馬主 可以連馬名 都改 馬主真的 馬主真的 自己連名 都改了 搞到賽職表 亂了 人們看過賽職 這是什麼馬來的 最重要是 因為賽職問題 不只是馬名 因為它曾經出現過 在第二隻馬名 第二隻馬的賽職表上 沒錯 但當然 其實電腦是解決到 這個問題的 立即按這個按鈕 全部都改了 下問題是 會很亂 大家不記得那隻 等於那隻 一隻 如果只有一隻 給你的例外 你當然會記得 幾隻 幾隻之後 天氣會大亂 當時曾經 徵詢我們的意見 雖然 那位 發起的人 解釋很多理由 我完全反對 我認為 是一個悲劇 果然是悲劇 悲劇 出現於澳門馬會 揚揚揚插 然後 那個狗獸 現在都不見了 所以 是不應該的 我知道你的用意 就是說 被人看過貨 在外國制度 叫做 例如 叫做 馬主的 馬主的最大樂趣 就是為了馬改名 如果你不讓他改名 他根本沒有動機 去養隻馬 這個是 是 理由來的 但是這個理由 不足以 改動一切的東西 是不是 那為什麼不作性 他搞些 拍賣 好像拍賣馬賽 即是 賣十隻 那不是真的 整場拍賣 拍賣馬賽 跑完 大家就拿來拍賣 自己那時候才改名 是 他不敢這麼想 若是 只要他存下賽積 有些賣 很可愛 好像跑了一兩年才 亦主亦名 好吧 這樣又不可以 那隻叫 樂印127 對146 為什麼不可以 都要用馬名 但是 全世界都沒有的 只是試試 試試都要用馬名 在澳洲試試 不可以這樣說 那些公司的公司的公司是要用的 公司的公司的公司是未有馬名的 那些公司的公司 那些公司的公司的公司不用賭 要賭的 要投注就不行 所以沒有兩全其美 最後一點 50年前第一批英國馬來香港的時候 高價的配售馬來到香港 當時英國的馬會規定 明文規定 這隻馬來到香港之後 英文名字不准改 只准加中文名字 不准改 不准改的原因是 擾亂我們的配種記錄 但是很快香港馬會舉你力爭 有一年後一年後 沒什麼所謂 就給你改 為什麼會擾亂配種大全呢 他說 如果這馬有一天回英國配種 我怎麼找這馬回來 當時爭取了 神經病 他的馬都淹了 淹了 淹了也不會回來配種 不會擾亂你的紀錄 就是啦 會擾亂一些紀錄 這隻馬是哪隻馬的兒子呢 都會有點亂的 但是當時說 香港的馬那麼差 出不出現 配種大全都沒什麼所謂 香港馬會舉你力爭之後 一、兩年後 都取消了這個限制 英國馬來到香港 就算在那邊出賽過 有馬的名字都可以改 但是呢 條件就是 如果那些馬有一天回英國跑馬 那他就用回英國的馬名 就不可以用香港的馬名 如果不是擾亂一些英國的馬迷的 那就是出現了 這個問題呢 25年後出現了 原居民 原居民回去的時候 就不可以用英文 Indigenous 中文名的不理你 不可以用香港馬名 Indigenous 就在英國跑馬 不可以的 只要用回當時在愛爾蘭的馬名 但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當時的條件 是這樣的 但出現過 有空 如果我遇到彭先生 我都會和他 問一下 原名是什麼 我忘記了 原名 英文名 私人頻道的文章 例如張先生 一些過往 一路寫每一次的文章 或者一些提示表 或者更新的 那裏面呢 又會見到一個WhatsApp的電話 請各位收費會員 就直接 就傳回WhatsApp 去WhatsApp的電話 看看一題 就可能打上 張福元跑馬4.0 那就是誰 那裏面 確認大家的身份 由操作員 就會加回你們 到那個群組裡 那裏面 你這個星期日 在本地賽馬演場的音訊 就可以發到給大家 因為仍然有部份 收費會員 未提供 所以 我們這個頻道 再提一提大家 不是說 你聽YouTube 的 因為 我們避開過程 那裏過程 隨時三幾分鐘 影響倒馬 而且 最慘的問題 不是我們控制到YouTube 所以 我們就會 在本地賽事 就會有 這樣的改動 可能就不需要這樣 因為我們 有足夠的時間 在收費頻道 直接可以做到 或者做Live 所以我主要是 本地賽馬 那個職場 那個音訊 那個安排 所以也都希望 我們 也都是歡迎 未是收費會員的朋友 可以付費 仍然都一樣 每個月150元 就可以訂閱我們的收費頻道 到時候 你給我們資料 我們會 加回 你的Whatsapp Group 去處理本地 即場提供問題 免費頻道的網友 也歡迎繼續訂閱我們的 給我們 我們這一集 先說到這裡